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主席听到秘书的话后 放下了手中的书 接过信打狼了一番 这是谁送来的 毛主席看了一下信封 上面没有任何字 不知道 送信的人没说 只说是给主席名的 请主席务必要看 秘书原原本本地答道 毛主席听完秘书的描述 更是觉得这封信不同寻常 于是拆开信封看了起来 片刻之后 毛主席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拿着信的手也微微地抖动起来 这个叫陈月贤的是什么人 毛主席指着信中结尾的署名 向秘书问道 脸上充满了愤怒之色 秘书突然听到这个名字 也愣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连忙答道 陈月贤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 听到是赵一曼的儿子 毛主席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随即对秘书说了六个字 秘书听后 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么 赵一曼的儿子 为何要给毛主席寄这样的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是什么 毛主席又说了哪六个字 烈士之子提起陈月贤 或许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提起他的母亲赵一曼 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陈月贤1936年8月2日 年仅31的赵一曼 在经受了日本侵略者 惨无人道的审讯折磨后 被杀害于黑龙江省 诸河县小北门外 在他牺牲前 当敌人问起他还有什么遗言时 他要来了纸笔 默默地写了一封给儿子的信 而信中提到的宁儿就是陈月贤 陈月贤出生于1929年的湖北宜昌 他出生的那天 刚好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 因为这个原因 母亲为他起了个小名名儿 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母亲赵一曼 希望他平安长大 一是安宁的美好愿景 在陈月贤出生后不久 他的母亲赵一曼 就接到了中共的指示 要前往东北工作 临走之前 赵一曼将年幼的儿子 交给了丈夫陈达邦的大哥抚养 就这样 陈月贤一直跟在伯父身边 由伯父抚养长大 赵一曼牺牲的那一年 陈月贤只有七岁 懵懂无知的他 还不知道母亲 已经被侵略者杀害 直到1942年 他在重庆第一次见到父亲时 才从父亲口中得知 母亲已经牺牲的消息 得知自己永远地失去了母亲后 陈月贤忍不住放声大哭 尽管母亲已经不在人世 但在之后的许多年里 陈月贤始终都思念着他 1950年 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 横空出世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人都被赵一曼的革命事迹 感动得热泪盈眶 已经长大成人的陈月贤 自然也看过这部电影 并且深受感动 但此时他还不知道 电影中所讲述的革命英雄赵一曼 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此之前 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名叫李毅超 是一位共产党员 并且已经牺牲 而对母亲化名为赵一曼 在东北抗日牺牲的细节全然不知 与陈月贤类似情况的 还有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 长期待在家乡的李坤杰 也只知道妹妹的原名李毅超 而不知道妹妹化名赵一曼 甚至不知道 自己十分疼爱的妹妹已经牺牲 因此 许多年来 他一直在四处打听 妹妹李毅超的下落 直到建国后 李坤杰才通过朋友 打听到妹妹的儿子和丈夫的情况 得知了妹妹的儿子 陈夜贤已经长大 在北京读大学 他的丈夫也在政府单位工作 李坤杰正是从他们父子口中 知晓妹妹确已牺牲的消息 1954年8月的一天 李坤杰的一位朋友 给他寄来了一封信 信中说 他的妹妹李毅超 很可能就是牺牲的 革命烈士赵一曼 接到信后 李坤杰又委托记者 进行多方查证 最终确定了 李毅超就是当年的赵一曼 这个消息很快被通知 给了陈夜贤 陈夜贤在得知 自己的亲生母亲 竟是赵一曼时 震惊不已 他一直以为母亲 只是一位普通的革命烈士 谁知道 竟是大名鼎鼎的赵一曼 在得知母亲的身份后 陈夜贤立刻赶到了 东北的烈士纪念馆 调研亲人 当他在纪念馆内 看到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时 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忍不住嚎啕大哭 险些哭晕了过去 过后 他又将母亲的遗书 原原本本地抄在了 自己的笔记本上 还用钢针和墨水 在自己的胳膊上 刻下了母亲的名字 以示自己 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教导 永远发扬革命的精神 对于陈夜贤来说 成为鼎鼎有名的革命烈士赵一曼之子 这既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别让人生相比于许多烈士的后代 陈夜贤这个烈士之子 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不管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生活上 陈夜贤都与正常人大不相同 首先是性格上 陈夜贤的性格极度内向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 曾经评价到 陈夜贤性格沉闷 非常不喜欢讲话 经常愁眉苦脸的 看起来很是忧郁 其实 陈夜贤之所以有如此性格 和他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 在他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把他交给了大伯抚养 大伯带他视如己出 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育 从未向陈夜贤吐露过他的身世 但是等到陈夜贤稍大一点的时候 他意外地从身边的人口中 得知自己的父亲不是自己的生父 而是自己的大伯 这让陈夜贤很是受伤 想到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 不是自己真正的家 而疼爱自己的父母 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顿时伸出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悲凉质感 从此也就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 越来越内向 除了性格上极度内向之外 陈夜贤在生活上也是有很大问题 比如他非常不注意 个人卫生与个人形象 经常不洗澡不换衣服 有时连头发也不梳理 就那么一副旁头垢面的样子去上班 引得同事们纷纷侧目 根据他的同事回忆 陈夜贤很少主动收拾个人卫生 他居住的房子内垃圾满地 床上也没有被单枕头之类的东西 只有一床破棉被 每天早上一起来 陈夜贤就把破棉被团成一团 堆在那里从来不去叠他 等到晚上回来睡觉时 他就顺手拉过棉被 就那么盖在身上 除了卫生以外 陈夜贤在个人财务上也是毫无规划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 往往是前半个月拿到工资大吃大喝 后半个月工资快用完了 就缩手缩脚地过日子 有时候还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 只能去乡工会预知下个月的工资 时间一长 他的领导和同事 发现陈夜贤总是这样 不禁也替他着急 于是 他们专门找了一个同事 去帮助陈夜贤打理财物 这位同事也是十分的尽心尽力 每次发工资后 不仅帮陈夜贤买好饭票 还把剩余的零用钱分成好几份 隔一段时间给他一次 如此一来 陈夜贤每个月不仅能顿顿吃饱 而且还有零用钱可花 但是好景不长 陈夜贤大手大脚的毛病很快又复发了 一次 陈夜贤路过一家宾馆 发现里面有卖零售的西凤酒 价格比寻常的酒贵了许多 很久没喝过好酒的陈夜贤 忍不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 买了一杯喝 等过了几天 陈夜贤又去买东西时 才想起零用钱已经被花光了 于是 他只好去找同事提前支取下一次的零用钱 同事怕他再乱花钱 就不同意给他 为此 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 从同事那里 取不到钱的陈夜贤又想到了借钱的办法 去向其他人借钱花 等到下个月发了工资 他再还 这样一来 每个月还完欠款后 陈夜贤就剩不下多少钱了 再加上他不改乱花钱的毛病 很快就又搞得吃不起饭了 同事眼见这一套方法执行不下去 也就不再管了 就这样 陈夜贤又恢复了从前那种状态 一到月底就要饿肚子 除了这些毛病之外 陈夜贤在婚姻生活也是搞得一团糟 1957年 在领导同事的介绍下 陈夜贤与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结婚 但是由于婚前缺乏足够的沟通与了解 以及婚后的陈夜贤仍然保留着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因此两人的婚后生活总是矛盾与摩擦不断 尤其是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后 随着生活费用的直线上升 两人的矛盾也是迅速加剧 再加上陈夜贤的工作 使得他们总是聚少离多 为此 两人总是争吵不休 在一次争吵中 陈夜贤实在忍受不了妻子的吵闹 于是 他一时激动之下提出了离婚 并且在两人离婚后 将孩子送给了四川的亲戚抚养 离婚和孩子的离去 让张友莲备受打击 他也因此的上了精神疾病 需要长年住院治疗 作为前夫的陈夜贤也不得不去照顾 家庭的变故 让原本就性格忧郁的陈夜贤变得更加的消沉 更加的内向 恰巧这时 中国正值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 全国上下的物资供应都十分的紧张 尽管陈夜贤每个月的工资不少 但是除去妻子的治疗费和生活开支 陈夜贤也剩不下什么钱 再加上他那理教不改的毛病 所以 他的日子十分难过 到了月底就要挨饿 陈夜贤的父亲陈达邦 此时正在国务院工作 看到儿子的生活如此困难 作为父亲 他实在是心疼不已 于是 他就带儿子到正邪礼堂的餐厅 花了七小钱 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原本这是父亲的一番好意 却让陈夜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与迷茫中 陈夜贤虽然平时缺点不少 但是同样也拥有许多优点 比如为人诚实 想信用 每当同事问到 他钱都花到哪里去的时候 他都会一五一十地回答 从不掩饰 尽管他平时总是花钱大手大脚 最后只能向身边的人借钱 但是 一旦发了工资 他都会第一时间还 从不拖欠 这也是大家都愿意把钱借给他的原因 陈夜贤的烈士之子身份被认定后 政府曾经通知过 他去领母亲赵一曼的抚恤金 尽管陈夜贤那个时候很缺钱花 但是他依然坚定地拒绝了 那一大笔的抚恤金 他之所以这样做 正因为他记得 自己是革命者赵一曼的儿子 他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诲 所以 当父亲带他到正邪食堂 去吃了那顿丰盛的红烧狮子头后 他才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恼 因为在他看来 在如此困难的时期 自己就应该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 吃一样的东西 这样才是人人平等 在吃完那顿饭后 陈夜贤就匆匆告别了父亲 向自己家中走去 回去的路上 他一直在想着 刚才的那顿红烧狮子头 看着大街上一身单薄 面如菜色的行人 他只觉得羞愧不已 在大家都饿肚子的时候 自己却吃了一顿 那么丰盛的饭菜 想到这里 他更觉得抬不起头 像做了贼似的 低着头跑回了家中 之后一连几天 陈夜贤脑子里都在想着这件事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这让本就内向阴郁的他更绝烦恼 最后 他只能将这些想法 告诉了自己的领导 希望能从领导那里得到一丝安慰 领导在得知了陈夜贤的想法后 对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告诉他 政协食堂是专门为照顾党外的民主人士 而设立的 这是国家的统战政策 让他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 尽管领导已经解释得十分明确 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